好,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全面的球场上的各种技术的训练方法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步伐的训练方法 在平时打球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比较注重手法的练习 对步伐的练习比较容易忽视 一方面觉得步伐的练习不是那么重要 总感觉自己的杀球重,掉球怎么好就能得分 实际上步伐是手法能否发挥自己的技术的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步伐到位了,你手上的技术才能发挥得出来 那相对来说步伐的练习可能会比较枯燥一些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我们经常跟队员说不要老想着用自己的手法 靠自己的手法去打死对方 而是要靠自己的步伐,靠你的两条腿去跑死对方 这是一种很通俗的说法 在第一集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各种步伐的跑位及回位的姿势 所以就是把上腕步伐给连贯起来 两边的上腕及两边的接杀球 包括后底线,两底线 可以整个连贯起来 在步伐的训练当中,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首先,脚后跟不要着地 脚尖垫起 两脚与肩同宽 双膝弯曲 眼睛注视前方 要求启动快 也就是说要有突然启动的动作 这是上腕和接杀的动作 再另外一个 打完球以后回位要快 不要打完了以后停在那里 所以也就是说把两个动作要连贯起来 上左往前 回位后 向右侧移动 回位 上右往前 让我们从侧面再看一遍 直线上往后退 是最基本的步伐训练 上往后退步伐 主要是用于从后场迎击对方掉向往前的来球 或接对方掉球以后迎击底线长球 上网时可以根据距离采用三步或更多步上网 但最后一步应该是机球手臂的同侧腿 向前跨一大步 机球 后退时也采用多步并步后退 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机球手臂的同侧腿向侧后跨一大步机球 对角上往后退步法与直线上往后退步法基本相同 只是移动距离长 移动的步数更多一些 熟练掌握好上往后退步法 可以更主动地接到后场和往前的来球 接吊杀步法 可以先进行接吊球练习 训练时可以模拟持拍练习主动接吊步法 也可以把球放在两侧单打线上 将球逐一碰开 练习被动接吊步法 练习被动摊步法 练习被动摊步法 接吊杀指挥步法 接吊杀指挥步法 为主 指挥运动员接对方杀球和吊球的步法 要求指挥人手势准确 果断 练习者判断迅速正确 在移动时要求重心要低 步法 步法要到位 练习 训练全场步法前 可以先进行四方碰球练习 把球用正确的步法 从场地中心放到场地的四个点 反复练习 反复练习 为主看 丰臣 反复练习 反复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步伐在羽毛球训练和比赛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合理的运用步伐可以提高运动员在场上的跑动速度争取主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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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们在第二集里头给大家介绍了 技术的手法以及步伐的全面的多球的各种的训练方法 确实是的 羽毛球要打好它 确实需要从多方面来练习 在以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各种的训练手段 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特点和缺点来结合不同的训练手段 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